今天我要讲的跟一位29岁女性科学家凯蒂博曼有关 这张照片是凯蒂博曼第一次看到黑洞照片的样子 她发文表示不敢相信是当时自己看到黑洞照片的第一反应 在高中的时候她从教授那里得知了四件世界望远镜 这是她第一次了解到EHT这个项目 高中毕业后凯蒂博曼考入密歇根大学安纳堡分校学习电子工程 大学毕业后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后来以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博士的身份加入了EHT 当凯蒂博曼还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研究生时 就带领一支研究团队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开发出了一种算法 这个算法可以让各大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拼到一起 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黑洞照片 照片拍摄于2017年4月 冲洗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发布出来 在2017年4月份凯蒂博曼做过一个TED演讲 怎样拍摄一张黑洞的图片 左边是50年前一位女科学家和她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代码 右边是凯蒂博曼储存黑洞照片的硬盘 虽然研究人员里面女性较少 但是女性也有做科研的能力 凯蒂博曼也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